今天要來分享的是這個動態字的製作方式 打開Procreate之後選擇影片HD的尺寸 然後我們先把背景的底色換成綠色 接著把畫布這邊打開動畫輔助功能 那你可以選擇用白色黑色或是其他你任何想要的顏色來寫上文字 接著新增塗層然後描一次剛才寫的字 不用太刻意的跟前一次的線條描到一模一樣 可以有一點點的些微的差異 再重複兩三次一樣的步驟 那描越多次的話這個字體最後動態的變化會越豐富 這邊可以按一下播放來看它現在動前的效果 那可以調整每秒影格數來控制它動的速度 再來我要畫的是底下那條線 我先畫出一條完整的線 接著在下面新增塗層 然後畫出比上一條短一點點的線 我覺得從完成的樣子開始畫會比從第一個點開始畫 那個效果會更自然一些 這樣就會有這條線逐漸被畫出來的效果 那現在線條的地方是沒有文字的 所以把剛才寫的字複製到線條的圖層旁邊 然後把它們合併起來 在Procreate上面完成這個動態字之後呢 把它輸出動畫MP4的檔案 然後傳到電腦裡面 把這個片段放到你要放的影片上面之後 找到Color Key的效果 然後在背景顏色這邊點一下底色綠色的地方 然後調整一下色彩寬容度 讓它的底色變成透明的 最後可以再調整一下文字的位置以及它的大小 那我這邊是把它多複製了一個片段 然後調成了倒轉的效果 這樣動態字體就做好囉